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話說小美 小美她有一天她急急忙忙 她就跑到提款機就是ATM去提款 那她連續按了兩次密碼 結果這個提款機完全沒有反應 那小美她就因為她心急 所以她就看一下後面 後面有一個男生然後一直在看著她 她就很不高興看著她說 欸 你看什麼看 你想偷看了密碼嗎 那個男生就不甘思路地說 我對你的密碼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只是很好奇 你要怎麼用你的健保卡把錢領出來 弟兄姐妹 我要請大家拿出你的聖經 不管是紙本的聖經 或者是你的手機裡面有下載聖經的 我們要一起來宣告神的話 請大家舉例你的聖經 我們一起來宣告神的話 來 這是我的聖經 我愛神的話 我的盼望在這裡面 我的財富在這裡面 我的未來在這裡面 我的力量在這裡面 我的健康在這裡面 我的健康在這裡面 神的話讓我得勝 神的話讓我有價值 神的話指引我的方向 那剛剛惠華講到十年前 開座教會 我也記得十年前 那時候跟著牧師一起出來 然後因為我們家住住在新店那裡 然後大概持續有 至少是一年多 我們家在環河路上 每次環河路走到中央路的時候 我就很自然就會右轉 雖然我是應該要到成功國宅去聚會的 因為火把一開始的辦公室在成功國宅 我應該到那個地方聚會了 可是每次我只要環了路 走到中央路 我就自動會 開車我就自動會 右轉 因為我好像被制約了 因為我在那邊聚會 在母會聚會已經七八年了 我就已經很習慣 到那個地方就右轉 禮拜天到那個地方就右轉 一直到我的小兒子注意到了 他每次看到 我走到那邊 他就開始拍爸爸 拍我這裡 爸爸 我們要往前走 我們要往前走 那弟兄姐妹 你覺得改變容不容易啊 改變不容易 改變不容易 因為人是習慣的動物 習慣的動物 所以今天有個特別的題目就是 主請改變我 今天跟你主任的弟兄姐妹講說 我渴望主來改變我 主來改變我 那我用的兩節經文是 哥林多厚書的五章 十七節跟羅馬書的八章 二節我要請大家跟我一起來念 哥林多厚書五章十七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那我請大家跟我一起來讀 羅馬書八章二節 來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釋放的我 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我們一起低頭來禱告 親愛的耶穌謝謝你 把早晨的時間 公公盡盡地交在耶穌的手裡 使主耶穌你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使主耶穌 你可以叫一切都更新 你可以叫萬事都更新 今天早晨 我們再一次快樂歡喜 到你面前 來敬拜你 赐下你的聖靈 高抹在你仆人的身上 使讓孩子 真的是得著你的口才 真的是能夠 把你的話語說得清楚 也讓每一位聽講的弟兄姐妹 他們通通都要得著恩典 得著祝福 謝謝主 於我們以下的時間 同在奉耶穌基督得聖的名 祷告 Amen 那我剛剛講到 個人改變不容易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但如果是一群人的改變的話 是不是更不容易 如果是一群人的話 就更不容易了 那在職場上面 工作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有感覺 因為任何的公司也好 企業也好 政府也好 軍隊也好 學校也好 我們一旦講到改變 一旦轉到轉型 都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我第一家上班的公司 叫做IBM 那關於IBM 有一本書 那個IBM的總裁 那個人曾經寫過一本書 他叫做 那本書名叫做 誰說大象不會跳舞 那大家一定不知道說 為什麼他要取這個名字 誰說大象不會跳舞 因為我是在 1988年的時候 IBM全盛時期的時候加入的 那個時候IBM大概有 全世界IBM大概有 40萬名員工 組織很龐大 那大家想一想 40萬名員工會有什麼問題 當老闆說 衝啊 往前衝 結果 怎麼後面有人還在打瞌睡 有人還在滑手機 然後有人想說 為什麼要向前衝 就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所以大家形容他是大象 那大象有什麼特點你知道嗎 你如果去踩大象的腳 或踢大象一腳 大象可能會隔五秒鐘到十秒鐘 才唉唷一聲 好痛 他會隔很久 那你試試看 踩你隔壁的弟兄姐妹 踩他一下看他會怎樣 有什麼後果本人該不負責 好 那當時 當時因為IBM實在組織太龐大 於是他不管是動作 決策都非常非常的緩慢 於是競爭者就一步一步的逼近 那在1992年1993年 連續兩年 IBM各虧掉了半個資本 那公司決定 必須要馬上止血 不然的話 這公司馬上就完蛋了 那於是他們就派了 好幾個顧問 到全世界各個地方的IBM 然後去做 開始做一些研討會 這個那個的 那距離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 所以他們講什麼 我全部忘記 我只記得他當中 做了兩個練習 第一個練習就是 顧問給我們這個部門 大概二十個人左右的人 每個人發一個紙杯 然後他說 等一下我做什麼命令的話 你都要照做 我們都說好 我們講做君子協議嘛 他下了第一個 非常非常奇怪的命令就是 吐口水 於是我們就拿著杯子 毫不猶豫 吐了一下 可是覺得這個指令很奇怪 對不對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可是我們還是照做的 然後他馬上下了第二個命令 喝回去 哇 結果我們二十個人裡面 有兩個人 就很聽話 就把他給喝回去了 然後我們就旁邊 用那個很比試那個眼神 看著 然後顧問就開始問喔 你們其他幾個人 為什麼都不喝 然後一個很優雅的女孩子就講了 那個很髒啊 那個很髒 然後顧問就說 請問那個是誰的口水 喔我的啊 你的口水為什麼會很髒呢 他前一刻不是還在你的嘴巴裡面嗎 他說對啊 那在你的嘴巴裡面的時候 你為什麼就不會覺得髒呢 然後接著他叫我們做第二個練習 第二個練習 當時其實我沒有戴眼鏡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戴眼鏡 後來因為電腦用太多了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他要每個戴眼鏡的把眼鏡拿起來 然後要我們戴眼鏡的把那個眼鏡 戴在沒有戴眼鏡的人身上 然後他說 直到我下一個命令 你們才可以做下個動作 然後那個時間大家就一直看 還有多久 顧問還有多久 還沒有還沒到 還沒到 那做出大概三分鐘之久 大家都覺得好久喔 好難熬喔 然後顧問要跟我們講什麼你知道嗎 他告訴我們 第一點 他說改變喔 改變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什麼 改變實際上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改變實際上是非常的不容易 特別是觀念的改變 特別是價值觀的改變 特別是價值觀的改變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價值觀的改變是非常的不容易 他說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他說 第二個他告訴我們的是說 其實不只是這個部分不容易 其實同時間呢 任何的改變 他都會伴隨來的什麼 不適應 你會很不習慣 你會想說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呢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會抗拒改變的原因 那我聽過一個故事 我要跟大家分享 那在一個晚上 然後在一個農務 農務的當中 有一艘驅逐艦 那驅逐艦上面的那個廖望員 廖望斌呢 他就跟那個艦長報告說 報告艦長 那又嫌有燈光逼近 這代表是對方可能隨時都會撞上來 那這個後果不堪設想 於是這個艦長馬上命令他的通信兵說 欸你馬上通知對方 叫他們轉向20度 然後通信兵就照做了 沒想到對方很快就回答說 請你們轉20度 艦長就很不開心啊 他繼續的下令說 我是少將艦長 請你們轉20度 那對方又回話了 他說我是二等兵水手 請你們轉向20度 哇這個艦長 勃然大怒 大聲的對通信兵講說 告訴他 這是驅逐艦 你們馬上轉20度 然後對方 對方又講話了 他說這裡是燈塔 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弟兄姐妹 在全職服飾的這四年多的期間 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 他們從來不想改變自己 他們拚了命 很努力的想要改變他的家人 想要改變他的配偶 想要改變他的同事 因為他認為 問題都在別人的身上 他不知道 原來他跟這個艦長一樣 問題是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請你 我要請你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 跟他講一句話喔 他說你跟他講說 請你不要成為 親密關係裡面的恐怖分子 因為恐怖分子就是 你改 你改 都是你啊 都是你 那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大家都認得這個科學家 那偉大的科學家 他曾經給精神錯亂下了一個定義 大家都知道Lincinity 對不對 Lincinity Lincinity 就是精神錯亂的意思 他給精神錯亂下了一個定義 非常非常經典 我要請大家跟我一起來念 大家看PowerPoint 我們一起來念精神錯亂 愛因斯坦下的定義 我們一起來讀 來 來 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做一件事情 卻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 我請大家跟我再讀一遍 來 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做同一件事 卻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 這就叫Lincinity 那 以剛剛那位小美為例 她拿了健保卡 她想要去提款 她試再久 你覺得有沒有用 兩次不work 她用一百次 她就會領出錢來嗎 那是沒有用的 可是 你會發覺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我們身邊總是有一些人 他們一遍又一遍 重複著做同一件事情 可是呢 他們卻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 弟兄姊妹 我們當中有多少人 你說 你期待你的未來是美好的 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是精彩的 有這樣的弟兄姊妹 請你把手舉起來 很少耶 這一堂的弟兄姊妹 我在問一次 她題目可能沒聽清楚 有多少弟兄姊妹 你願意 你的人生是精彩的 你的未來是美好的 我要請你把手舉起來 大家幾乎都舉起來了 請大家放下 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 因著你的信心 因著你的渴望 成就 那我很喜歡安妮迪勒 這個人是一個作家 她寫了一本書 看到其中一面一句話 我非常喜歡這一句話 她說 我們每一天過日子的方式 會清楚的說明 我們將會如何過完我們的一生 我再講一次 我們每一天過日子的方式 會清楚的說明 我們會如何的過完一生 那如果你的英文不錯 你可以看那個英文 我覺得他的英文 其實講的蠻好的 因為他中文當然是翻譯的 他說 我們每一天過日子 是當然 我們每一天過日子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妨想一想 你究竟是怎麼過你每一天的生活的 你究竟是怎麼過你每一天的生活的 如果你期待未來有一點改變 那你現在要想一想 我要請你跟你後面的弟兄姊妹 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該改變了呢 那我講的改變 我講的改變不是改變造型 不是改變髮型 不是改變這個 我講的是改變你的價值 價值觀 改變你的觀念 改變你的個性 那今天有三方面關於改變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方面就是 持續的在基督裡 生命就會帶出真正的改變 持續的在基督裡 我們的生命就會帶出真正的改變 持續的在基督裡 我們的生命就會帶出真正的改變 那我要請大家跟我再來讀一次 哥林多厚書的五章十七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 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都變成新的 就是已過都變成新的 那弟兄姊妹在受洗的時候 我們經常用這一節經文 來為弟兄姊妹祷告 大家一定都聽過 那我要請 在場已經受洗的弟兄姊妹 我要請你把手舉起來 已經受洗 已經受洗的弟兄姊妹 蠻多的 首先不要放下 我接下來要問兩個問題 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話 你就繼續舉著手 那第二個問題是 有多少人在受洗那一刻 你跟當時的我一樣 你渴望自己成為新造的人 如果是的話 你就手繼續舉著 我看大家幾乎都舉著 好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受洗以後 改變就自然發生在你身上的 如果是的話你繼續舉著 我看有沒有人還舉著 我請你吃飯 我保證請你吃飯 如果你受洗之後 你的改變就自然發生在你身上 我一定請你吃飯 我很誠實地告訴大家 我沒有 我是在18年前受洗的 那受洗之後 我開始做實際奉獻 我參加 我每個禮拜主日 我一定準時到 我還提早到 我參加小組 可是我必須要很誠實地告訴大家 是 我還非常的愛世界 你知道嗎 什麼叫愛世界 我夢想 擁有大的房子 我渴望開更好的車子 我簡單講 我的駕駛觀 跟我信主之前是一模一樣 丟姐妹 你呢 丟姐妹你呢 好 那 我的生肖 我的生肖是屬牛 我的生肖是屬牛 有一句關於牛的成語怎麼說的 牛牽到北京怎麼樣 還是牛 所以我要很坦白告訴大家 受洗之後 我的個性 也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 我自己的領受是 第一點 改變通常不會在 信主之後 就自然地發生 改變通常不會在 信主之後 就自然地發生 改變通常不會在 在信主之後 就自然地發生 特別是關於價值觀 特別是關於 個性的改變 那 那剛剛有好多弟兄姐妹 你都跟我一樣啊 你都跟我一樣啊 在受洗的時候 你都渴望一個新的生命 那 那你可能 馬上就會有一個問題說 那永成哥 我應該怎麼辦 我應該怎麼辦 不是明明神的話說 我們是新造的人嗎 就是已過都變成新的 難道神的話語 會有錯誤嗎 那我們再來看一次 我們再來讀一次 歌雲多厚書的五章 十七節 我們看神的話語 到底是怎麼說的 我們再來讀一次 來 如果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原來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變成新的 有一個前提是什麼 在基督裡 原來要成為新造的人 它的重點是在於 你跟我是不是在基督裡 所以我要接下來講的第二點 就是生命的改變 在於你跟我是不是在基督裡 生命的改變就在於 我們是不是在基督裡 那今天我還是要問你 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信主前的你 或者是現在的你 可能信主五年了三年了 那你覺得 你有什麼樣的生命的問題 你有什麼樣的生命問題 是很容易憂愁嗎 是很容易陷在沮喪的裡面嗎 是你的自我形象很低落嗎 還是你常常就是自私自利 還是你很容易憤怒 還是你身上就是有苦毒 有不饒恕有嫉妒有貪婪 有說謊的問題 有情欲的問題 有驕傲的問題 或者是很難對別人 其詞的關於癮的問題呢 那保羅在羅馬書的七章十八節 跟七章十九節 他是這麼說的 我唸給大家聽就好了 我讀七章十八節的後半段 跟七章十九節的一部分 保羅是這麼說的 他說 勵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那十九節他說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 我倒去做 那大家記得兩個禮拜前 小英牧師他分享一個很棒的信息 那個題目叫做 他說起來拿你的褲子回家去 記得嗎 那我要引用他其中的一句話 我蠻喜歡的一句話 他說 你說醉疚感 控告聲跟羞恥感 是什麼 三胞胎 是三胞胎 它不斷的侵蝕 耗損我們的心靈跟體力 各位姐妹 或許剛剛講的部分 有一些是你的 比如說我知道 我自己在驕傲的裡面 那你說我喜歡驕傲嗎 其實我也不喜歡驕傲 只是 我好像又 我沒有辦法擺脫掉它 那好像就是跟著我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醉疚感 應該沒有人喜歡醉疚感 是嗎 你在醉疚感的裡面 你就覺得 你不得自由 不得釋放 應該沒有人喜歡被控告 我說你不好 這個那個 也沒有人喜歡 在那個羞恥感的裡面 應該沒有人喜歡 可是呢 他像連體一樣 他像三胞胎一樣 他就如影隨行 跟著我們 難怪保羅在 《羅馬書》的七章二十四集 他怎麼說 他說 我真是怎麼樣 苦啊 弟兄姐妹你有經歷 我真是苦啊的 你不用舉手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我經歷過 我經歷過 所以我知道 保羅為什麼會這麼說 可是呢 感謝主 保羅他並沒有停在 我真是苦啊 因為我們可以繼續看 《羅馬書》的七章二十五節 一直到八章二節 因為聖經的分段 是後來後人分的 本來保羅在寫的時候 是沒有分段的 我們繼續來讀 《羅馬書》的七章二十五節 到八章二節 這三節紀錄 我請弟兄姐妹跟我一起來讀 來 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這樣看來 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 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 就不定罪了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我要請弟兄姐妹跟我再來讀一次 《羅馬書》的八章一節跟二節 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 就不定罪了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所以現在我要問大家一題 送分題 題目就是 請問聖靈在什麼地方 釋放你跟我脫離罪跟死的律呢 在基督耶穌裡 大家都一百分 原來我們的生命 是不是可以被改變的重點 就在於你跟我是不是在基督裡 所以我要請大家跟我一起來宣告 宣告什麼呢 就是聖靈在基督裡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的罪 然後那個我之後 請你把你的名字加上去 我們一起來宣告 來 聖靈在基督裡釋放了我 吳永辰 使我吳永辰脫離的罪 我們再來宣告一次 來 聖靈在基督裡釋放了我吳永辰 使我吳永辰脫離的罪 好 那到底是脫離什麼罪 優姐妹你可以想想看 到底脫離什麼罪 不就是剛剛我講的那些嗎 你很容易陷入低沉的裡面 你很容易在憤怒的裡面 你很容易就是在不饒恕的裡面 你很容易就是在那個自怨自愛自憐自毀的裡面 你很容易就是在那個情欲的裡面 你很容易就陷入到那個隱的問題的裡面 那些就是罪 你不合神的心意的就是罪 那大家都知道 上到門徒班的弟兄姊妹都有讀一本書 叫戴德森傳對不對 那戴德森在他另外一本書 原文書 我看過這一本書 它叫做I found the secret 那中文大概意思就是 我找到了秘訣 我找到了秘訣 他找到什麼秘訣呢 因為戴德森在分享說 剛剛他到中國宣教的初期 其實呢 他有一些軟弱 他的軟弱就是 他常常會為了宣教機構的錢不夠 他會擔心 那有一次他的英國朋友 就寫信寄給他 那個朋友問了他一些問題 他說戴德森啊 你覺得耶穌 如果是耶穌 耶穌會為了錢而擔心嗎 大家覺得會嗎 大家想一想 耶穌一定不會為了錢擔心啊 耶穌一定不會為了錢擔心啊 然後他的朋友就問 繼續問他喔 那你為什麼要擔心呢 那第三個問題是 難道你不在基督裡嗎 那人就想說 什麼話 我一定在基督裡啊 那你為什麼會擔憂呢 因為聖經兵講得著耶穌就得著一切 耶穌的喜樂就是我們的喜樂 耶穌的豐盛就是我們的豐盛 喔 所以戴德森講說 喔 I found the secret 我找到那個秘訣了 原來只要在基督裡 只要憑著信心 知道自己在基督裡 你就得著耶穌所有的一切了 於是我就照著戴德森 他講到說 I found the secret 我找到那個秘訣 那因為服侍一位弟兄 這個弟兄長期有憤怒跟不饒恕的問題 有一天我就跟他分享羅馬書的八章 一節跟二節 然後也是跟剛剛一樣 我跟他分享完這節經文之後 考他一題叫做送分題 我問他說 弟兄請問聖靈在什麼地方 釋放你跟我脫離罪跟死 他很快就講說 喔 在基督裡 那我就繼續問他 那請問你是不是在基督裡呢 他說 我雖然不大好 有些時候主日我沒有來 可是呢 我相信我應該在基督裡吧 那我就繼續問他喔 那如果你在基督裡 那如果在基督裡 聖靈是怎麼說的呢 他說聖靈剛剛講的聖靈在基督裡 釋放了我 叫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那我就繼續問他 那請問你的罪脫離了你了嗎 他說沒有 他很快回答沒有 我說啊 那如果沒有脫離 罪沒有脫離的話 那你說神 神是說謊的嗎 神的話是假的嗎 神不是明明的說 在基督裡已經釋放了你 可是你說 你沒有得到釋放 你把神當作說謊的嗎 他說我怎麼敢 我把整本聖經 神的話我都相信 可是我真的沒有得釋放 我繼續對他說 你知道嗎 弟兄 神一點都不怕你憤怒 神一點都不怕你苦毒 你再怎麼憤怒 再怎麼苦毒 神通通可以赦免 可是今天你犯了一個最大的罪了 聖經人說最大的罪就是什麼 不信 最大的罪就是不信 沒有一種罪比不信更大 沒有一種罪比不信更大 我說你去禱告一下 你去禱告 你跟神認罪 認罪悔改說 你不相信神的話 他去禱告了半個小時 然後我問他說 某某某人你還好嗎 他說我覺得那個我已經放下了 那個已經放下了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也要問你 今天永成哥也要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請問已經受洗 我只問已經受洗的弟兄姐妹 你覺得你在基督裡嗎 你覺得你在基督裡嗎 如果你覺得你在基督裡的 回答答案是的弟兄姐妹 我要請你跟我再一次宣告 宣告什麼呢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宣告 聖靈在基督裡釋放了我某某人 使我某某人脫離的罪 到罪就好了 好我們一起來宣告 來 聖靈在基督裡釋放了我吳永成 使我吳永成脫離了罪 感謝主 那我們來看第二方面 我們來看改變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我們剛剛講說 只要持續的在基督裡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發生改變 那我們接下來看 那個改變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這比較像慢動作 你看那個電影有慢動作對不對 我現在用慢動作告訴你說 我們的改變 人的改變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這是我自己的領受 第一點 神等我們自己情願 神等我們自己情願 那我們信主之後我們常會禱告 那不是每一個禱告都會被成就嘛 是嗎 弟兄姐妹 不是每一個禱告都會被成就 那可是如果我們的禱告沒有被成就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以為是我們在等待神 可是我的領受是很多的時候其實是神在等候我們 神在等候我們 神在等候我們什麼 神在等候我們改變 因為基督徒我們都稱呼主耶穌是什麼 主嘛 那每當禱告的結束 我們都會說 奉主耶穌基睿的名禱告 可是 像我授起前幾年 其實我沒有真的很明白 我禱告也當然也講 奉主耶穌基睿的名禱告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明白 主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我現在要做個簡單的調查 因為主日的第一堂 禮拜天的主日第一堂 跟昨天晚上應該族群很不一樣 請問你在30歲以前 那個授起信主的 我要請你把手舉起來 那請你在20歲以前 20歲以前就授起信主的 請你繼續舉著 這一堂少很多 請放下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在30歲以後才授起信主的 請你把手舉起來 這一堂跟昨天晚上的很不一樣 這一堂讓我得到安慰 好 請放下 那剛剛跟我一起舉起手來的 就是30歲以後才信主的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們信主以前 我們已經自己做主做了三十幾年了 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們已經自己做自己的主做了三十幾年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嗎 神是紳士 神是紳士 這代表他從來不勉強我們 因為他把最寶貴的自由意志 賜給了你跟我 所以他渴望你跟我邀請 耶穌在我們心裡面的寶座 他渴望你跟我真正的邀請 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主 可是我剛剛講過了 那個 因為改變不會在我們受洗 信主之後自然發生 然後耶穌做主這個事情呢 會不會因為你想奉主耶穌的名祷告 他就自然改變 其實你知道嗎 耶穌要成為我們的主這件事 通常也不會自然發生 因為我們已經自己做主了三四十年 如果你是越晚信主的 你會不會跟我一樣的問題 為什麼 我活到36歲信主 這表示凡事不管大跟小 都是我自己決定 我說了就算 所以很多時候我其實不會去管說 神怎麼說 我其實不會去管神怎麼說 那以我家小孩子為例 因為我們家有五個小孩 樣本空間比較大 那那個可以講比較多的故事 我們家老大 有一個對照組 就是我們家老大 他從小讀書 升學都非常的順利 然後對照組就是老二 然後跟他擦三歲 他一路上 在升學之路是跌跌撞撞 那可是他又是非常非常的用功 那他在高三的上學期 他每一天從學校回到家 大概平均大概是七點半到八點 那他從中忙吃個飯洗個澡之後 可能是八點半 他又繼續讀書 至少是讀到十二點 有時候讀到十二點半 一點 那我們做父母親看到都覺得很捨不得 可是他告訴我們 有時候說你需要讀到這麼晚嗎 他說老爸你不知道 我不這樣讀不完 因為他有老師家們擬定的讀書計畫 他非得要按照讀書計畫按表操課 他才可以把他的進度讀完 好 那高三那個暑假 高三那個寒假 考了那個學測 考完之後呢 他看到那個成績之後 他跑來大呼 跑來抱著我說 爸爸 上帝怎麼這麼不公平 姊姊這麼混 三年前他這麼混他考上T大 我這麼努力 我什麼都沒有 我成績這麼慘烈 那我就抱著他 我跟他講兩件事情 我第一個告訴他的是說 孩子 你厲害的地方 你厲害的地方 都是考試考不出來的 那我女兒 這個月底就要回來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問他說 他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那我跟他講第二件事情是說 孩子 你覺得 我問你兩件事情 你覺得 把進度讀完比較重要 還是考出來題目 你會比較重要 大家覺得呢 這一堂有學生嗎 好像沒什麼學生 這堂應該是沒什麼學生 大家都已經離開考試很遠了 那他說 當然是考題出來 我會比較重要啊 我說喔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要不要開始想想看 你跟神做一個禱告 我要請他做一個禱告 就是 主啊 你幫助我 讓我每一天 讀書的時間 少一點 然後讓我有更多的時間 親近你 也讓我有更多的睡眠 為什麼 因為這代表我們 對神的信靠 大家知道嗎 因為我們 禱告半個小時 或禱告一個小時 你會看到什麼事情發生嗎 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上班過的人都知道嘛 你要找問題 你會 大家遇到問題都會 一頭栽進去 就解問題嘛 你不會想說先去禱告 因為禱告一個小時之後 你還是要去面對那個問題啊 那你會想說 禱告一個小時有用嗎 學生也知道啊 禱告半個小時之後 欸 好像也感覺不出 有多什麼東西嘛 是嗎 你在靈裡面的東西 你說不出來嘛 那可是呢 那卻再說一件事情就是 主 我相信你 我信得過你 我信得過你 於是這個孩子做了一個禱告 主啊請你幫助我 讓我可以花少一點的時間讀書 然後有多一點的時間 可以來親近你 而且呢 考出來的題目都是 我會的 這個孩子決定 不再依靠他自己的努力 不再依靠他自己的能力 而是依靠神的恩典 依靠神的憐悯 就好像詩篇127章的一節 裡面所說的 我們一起來讀這節經文 來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看這邊講到兩個枉然 如果沒有神 我們就枉然勞力 如果沒有神 我們就枉然警醒 如果沒有神 一切都是枉然 所以於是孩子做出一些改變 然後我每一天早上五點半 我就叫醒他 然後呢 我就跟著他一起乘導 一起親近神 那 一開始我記得前幾天 前幾個禮拜 我跟他一起禱告 跟他一起唱詩的時候 他的聲音很小 因為沒什麼信心 禱告的聲音也很小 像蚊子叫一樣 然後慢慢的 一個禮拜過了 兩個禮拜過了 三個禮拜過了 四個禮拜 他唱歌越來越大聲了 越來越喜樂 然後禱告的時候 抓 抓 就好像那個年輕學生一樣 已經可以這樣子了 哇 我發現裡面那個火被點著了 你知道嗎 李兄姊妹 到了五月的時候 他的同學開始 很多人睡不著覺了 因為大考快要來了 大學年考快要來了 那五月的時候 開始有人長痘痘了 那些很多 大考的症候群都出現了 然後他的幾個好朋友 就問說 欸 某某人 你都不怕嗎 他說沒事啊 我覺得很好啊 我覺得很好 然後他還可以氣他們禱告 好 感謝主 他非常非常的 那個時候他的心已經開始 開始平靜安穩 奇妙沒有的事情就發生了 那 Eugen Peterson 就是彼得森牧師 我們非常喜歡的一個牧者 他講了一句話 我非常非常喜歡 我要邀請大家跟我一起來讀 他講的這句話 來 我們越做越少 讓聖靈越做越多 我們越做越少 藉著我們的手腳 與話語完成的事 反而更多 各位姐妹你知道嗎 當我們越做越少的時候 神才可以 越做越多 那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 神更多 我們自己更少 你有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方法 我自己想不到 比這個更好的方法 你知道嗎 神更多 然後我自己更少 神更多 而我自己更少 那 其實 那個剛剛 剛剛惠華在那個 十周年那個影片 他講到說 他有一個順福的功課 弟兄姐妹你知道嗎 基督徒一生當中 就兩個功課 一個叫信心 一個叫順福 這個是我的孩子信心的功課 弟兄姐妹 我相信也是 你的人生的必修課 也是你人生的必修課 我要看 來看第二點 在我們講 改變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我剛剛講到第一點是 神會等我們自己情願 第二點是 同時呢 神會興起環境 神會興起環境 然後呢 讓我們改變 一樣是 Eugen Peterson 他說了另外一句話 我非常喜歡 我讀給大家聽就好 大家可以看PowerPoint 他說聖靈 在屬於你的特有環境中 培養你的屬靈生命 塑造基督的生命 在我們的生命的當中 像剛剛惠華講到的 他七年的戀情告吹 七年的戀情告吹 神允許這個事情 發生在他的身上 因著這個環境 讓惠華 跟神的關係更親密 聖靈在屬於你跟我 那個特別的環境的當中 就培養你跟我的屬靈生命 然後塑造你跟我 基督的生命 可以成形在我們的裡面 我剛剛講到我們家的老二 我們現在講一下我們家老大 我們家老二是滿23歲 那個月結婚的 他也順利讓我在今年的四月 成為阿公 老二比老大先結婚 這下換我們家老大說 爸爸 上帝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他非常非常渴望 他也非常非常渴望 進入戀情 進入婚姻 可是他一直沒有在火把教會裡面 找到心意的對象 那弟兄姊妹 或許這也是此刻你的心情 當你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 進入戀情 進入婚姻 不知道你的心裡面 會不會有跟我老大 當時有同樣的murr 就是上帝不公平 那順便跟大家更新一下 去年五月我們家老大也順利進入婚姻 我們家女婿也很愛我們家人 非常非常優秀 可是如果回想大概三四年前那個時候 那整個的過程其實不是很容易 那細節我按下不表 因為那不是今天的重點 可是當時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家老大他怎麼這麼不聽話呢 怎麼這麼不順服呢 我就跟神禱告說 那個孩子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要不要替我管教一下 我跟神禱告是這樣子 結果禱告了一個多月 其實神回應我 聖靈對我說話 聖靈親親對我說一句話 他說 孩子你覺得你百分之百順服我嗎 哇我馬上頭低下去了 我說當然沒有 我當然沒有 然後聖靈繼續很溫頭對我說 你雖然沒有百分之百的順服我 可是我還是一樣的愛你 請你去同樣去愛你的孩子 去見到你的孩子 我從這個裡面學習到的是 有的時候我看到 好像表面上是 我覺得是老大的問題 可是其實神也要對付我 裡面的不順服的問題 神也同時在對付我 神也在同時對付我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不是愛那個讓我很喜歡的人 我也要去愛那個 雖然不是很順服我的人 我還是一樣去愛他跟接納他 所以我的學習是 今天我也要鼓勵大家是 不要把生命當中遇到的問題 或是遇到的挑戰 好像那位建長一樣 都理所當然的 當作是別人的問題 當作是別人的問題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就是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到說 原來只要持續的在基督裡 我們生命就會改變 那我們也看到 改變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就是神清醒環境 讓我們情願 第三方面我們就來看 那到底我們要祈求主 來改變我們什麼呢 到底我們要禱告 祈求主來改變我們什麼呢 第一點 讓我們可以放棄世界的價值觀 讓我們可以放棄世界的價值觀 那弟兄姐妹 我要問問你 那什麼是你所看中的 什麼是你所追求的呢 我剛剛很誠實告訴大家 信主之後 我所追求 我所看中的 跟我沒有信主之前是 一模一樣的 後來我讀約翰一書的二章十六節 我就懂了 我還是在追求世界上的事 我們一起來讀 約翰一書的二章十六節 我們一起來讀 好我們接下來要讀 辛普及藝本的約翰一書的二章十六節 我們來讀這節經文 來 這世界帶給你們的 不過是對肉體享受的渴求 對一切眼見之物的渴求 以及對一己成就和擁有之物的自傲 這些都不是從父而來的 而是從這個世界而來的 那PowerPoint停在那個辛普及藝本 那個版本 那我們可以對照來看 你看神的話語裡面告訴我們 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 那辛普及藝本講的是 肉體的情慾的意思就是 對肉體享受的渴求 那如果弟兄姐妹 我們因著睡眠 睡眠就是肉體 肉體 如果我們因著睡眠 我們沒有要起來成根 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在順服肉體的情慾了 那他講到第二件事情是 眼目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欣普及晉普講得很好 他說對一切眼見之物的渴求 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我們喜歡它 我們戀目它 我們就想要得到它 這就是眼目的情慾 好還有他講到第三個 叫做今生的驕傲 今生的驕傲就是 對自己的成就 還有擁有之物的自傲 對自己的成就 還有擁有之物的自傲 我以前有那個黑膠唱片 我大概有 大概至少少說少說 最少最保守幾件 大概有六百張到七百張之多 非常非常多 我以那個自傲 我以那個自傲 因為我從國中就開始 聽西洋歌曲 流行歌曲 那可是你看生的話語怎麼說 他說這一切都不是從父來的 這些都是從這個世界來的 原來這一切只是為了 滿足我們這個人而已 這一切都只是為了 滿足我們自己而已 那所羅門王他在傳道書裡面 一章二節裡面說得很清楚 我們一起來讀傳道書的一章二節 來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 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 端的一節禁文裡面有幾個虛空 五個 講到五個 講到他那個 所羅門王他要講的就是 人生實在是太空虛了 人生實在是太空虛了 一切的財富 一切的享受 一切的地位 一切的尊榮 都是虛空的 因為這些說了一切 沒有一個是可以滿足 你跟我內心深處真正的需要 那所羅門王進一步 在傳道書的三章一節裡面 他講到一句經文 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我請他跟我一起來讀 來 神造萬物個案其實成為美好 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裡 他講到說 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裡 何本他的翻譯他講到說 永遠其實就是什麼 永恆 他有一個小字 講到那個永遠其實就是永恆 原來神在你跟我 神在人的心裡面 放了一個永恆 那個永恆是什麼 就是一個永遠沒有辦法 被滿足的無底洞 你知道嗎 你跟我的裡面都一樣 都有一個永遠沒有辦法 被滿足的無底洞 不管你有什麼東西來填 都填不滿 那你會說好 像我剛剛講說我信主之後 我渴望我在物質生活上面 我有一個很大洞的房子 我有很漂亮的車子 可是這些東西 你覺得可以滿足我嗎 沒有辦法 那有些利用姐妹講說 啊永誠哥 你有所不知 我都是追求精神上面的 我喜歡讀書啊 我喜歡聽音樂 我喜歡看電影 我喜歡環遊世界 我都是追求精神層面的 利用姐妹 你每天去環遊世界 你覺得它可以滿足你嗎 會讓你很快樂 短暫的快樂 你去聽音樂的時候 那個耳機戴上去 會讓你有短暫的快樂 可是你總 你不會七天二十小時 耳機都戴著吧 你看書也一樣 你去看電影也一樣 那情感生活 你說 我那個跟我2003年一樣 跨年禱告會的時候 你說我什麼都很好 那 那 可是你說你有心愛的妻子 你也有孩子 那你情感生活上面 非常非常棒 一無所缺 可是那個就可以滿足你了嗎 沒有辦法 我們因為裡面 我們心裡面那個是 一個無理洞 那 無理洞只有什麼 無理洞只有一個無限大的神 只有一個無限大的神 才可以滿足我們 神在我們心裡面 放了一個 無限大的 一個永遠 就是永遠都沒有辦法 被滿足的無理洞 這個無理洞呢 只有我們無限大的神 才可以滿足我們 有你們可以想想想看喔 當 我們跟神的關係 非常非常親近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的心非常非常滿足 即便你遇到一些不順心的事 你還是會覺得你的心 非常非常的喜樂 可是呢 我們可以永遠 都跟神的關係很親密嗎 會嗎 我們總是會遇到一些事情 我們生命會有一些高山 會有一些低谷 那在一些情況之下 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有時候我們就不想禱告 我們就不想親近神 那你每一天 如果每一天起床 你不親近神 很快的 那個空虛又回來了 只要我們一陣子 不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心裡面那個 無理洞 那個無理坑啊 那個無理洞 那個空虛感 全部都回來了 只要我們跟神的關係 比較疏離的時候 那個空虛感就回來了 那我們要看最後一點 那我們要跟神祷告祈求什麼呢 第二點 讓我們全心討神的喜悅 讓我們全心討神的喜悅 那你可能會說 你剛剛講的 我也不想繼續憂愁啊 我也不想繼續沮喪啊 我也不想藏在憤怒的裡面啊 我也不想在情欲的裡面 在不饒恕的裡面啊 我更不想在那個被引的瑕疵啊 只是我根本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好像我的心思意念 好像是被敵人俘虜的一樣 這就是羅馬書 保羅在羅馬書的七章二十三節 他裡面所講的 我讀給大家聽 羅馬書的七章二十三節 他說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把我擄去 叫我服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你看保羅講得很清楚喔 把我擄去 在哪當敵人 沒有人是自願被俘虜的 沒有人是自願被俘虜的 好 那我們 弟兄姐妹當我們受起之後 當我們信主之後 我們都在屬林征戰的裡面 這屬林征戰呢 主要的戰場就在我們的心思意念 每一場戰爭 我們都知道一定會有俘虜 是嗎 每一場戰爭都會有俘虜 那個俘虜就是我們的心思意念 所以保羅 他是這麼說的 他在哥林多後書的十章五節 他是這麼說的 我要請大家一起來讀這節經文 來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 認識神的那些至高之士 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他講的我非常非常喜歡 他說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弟兄姊妹仔細聽喔 當你每次有那些 比如說你容易陷在憤怒的裡面 當你的憤怒一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把那個憤怒的心意奪回了 你不要說 憤怒是我的權利 勇誠哥 憤怒是我的權利 難道我們沒有權利憤怒嗎 請問弟兄姊妹 基督還在你的身上嗎 你還在基督裡嗎 誰是你的主 你的情緒做你的主了嗎 憤怒成為你的主了嗎 憂愁成為你的主了嗎 那個不饒是成為你的主了嗎 你可能要問問自己 你願意let go嗎 神的話語說 我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所以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今天講到改變 我們要開始會分辨 我裡面的心思意念 有哪一些是不好的心思意念 然後我們把它篩選出來 然後呢 我們要把它通通都奪回 讓他順服基督 全心討成的喜悅 全心討成的喜悅 那在台灣 我們經常都有遇到乞丐的經驗 對不對 在台灣在台北市 我們常常三不五時 我們都會遇到乞丐的經驗 那通常永成哥的做法就是會看看 我身上有零錢 然後就把零錢丟給那個乞丐那裡 那如果沒有零錢 我就會拿出皮包 看一看我有沒有小兒的鈔票 那如果沒有小兒的鈔票 我就會放回去 我就想下次再給他好了 那有沒有弟兄姊妹 在座有沒有弟兄姊妹 哪些弟兄姊妹 你曾經施捨千元大鈔給乞丐的 如果有的弟兄姊妹 等一下 不是下課 等一下主日崇拜結束之後來找我 我請你吃飯 我覺得你太有愛心了 你可以來找我 真的我一定請你吃飯 好嗎 那如果有人 你真的是為乞丐施捨一棟房子的 有嗎 有這樣的弟兄姊妹 你不會施捨一棟房子嘛 是嗎 那你知道嗎 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我去西雅圖看我們家老二 他生了寶寶 那在那一週的主日崇拜裡面 我有一個特別的講源 是叫做饒孝吉牧師 那這位牧師他把他的一生奉獻給 校園團氣 他現在大概已經76歲77歲 那我非常喜歡饒牧師他對奉獻 他對奉獻的教導 他對奉獻的教導 大家請看PowerPoint 我們一起來讀 來 他說把不要的給神 那叫施捨不是奉獻 他說把不要的給神 那叫施捨不是奉獻 他進一步說 弟兄姊妹 把你我所在乎的東西給出去 那才是奉獻 把你所在乎的東西給出去 那才叫奉獻 那可能是你的時間 可能是你的金錢 可能是你的生命 弟兄姊妹你願意把你所在乎的 都奉獻給神嗎 我最後要講一個我自己的經歷 我們就要結束 在母會那個階段 其實我做了非常多的服飾 我擔任小組長 我做敬拜的BV 我當招待 我推輪以服飾 我當安全人員 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服飾 所以我也一直以為自己很愛祖 很盡錢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 是在2003年 跨2004年那個跨年禱告會 所發生的事情 那在2003年那個感恩卡上面 我就寫了非常非常多的感恩事項 為小組的事情感恩 為婚姻的事情向神感恩 為孩子的事情向神感恩 為工作為服飾的事情向神感恩 我寫了好多好多的感恩事項 我也向神現在感恩跟讚美 然後12點過了 那招待發下那個心願卡 那在2004年的心願卡上面 我留白我什麼都沒有寫 我記得我當時跟神這麼講的 我說主啊謝謝你 我非常的好 謝謝你 非常非常的愛我 我真的是別無所求 我真的是別無所求 你知道嗎 那天三點鐘 凌晨的三點鐘 禱告會會結束 然後兩點半 我這邊的後面 這邊開始痛 痛到我幾乎沒辦法站 然後我就撐到三點結束趕快回家 到四點多 我還是睡不著覺 而且更痛 然後於是急急忙忙 請美玲姐載我去醫院急診 然後醫生就說 你這個看起來就是那個聖結石 那因為今天 因為以前元旦一號二號都放假 現在放假 所以沒有辦法幫你做進一步的檢查 先開這個止痛藥你先吃 然後過兩天你再來回診 然後你要記得喔 你要多喝水 然後這個痛起來很痛 然後我這個人很怕痛 於是呢 那天回去 你知道嗎 我跪下來禱告三個小時 非常非常迫切地禱告三個小時 然後聖靈又很溫柔地對我說話了 聖靈對我說 孩子 我給你非常非常多的恩典 難道 你就不能 好好的替弟兄姊妹手望禱告嗎 難道 你就不能 好好的為我的國度代導嗎 弟兄姊妹你知道嗎 其實神要我脫離自我中心 神不要 我只是覺得我自己很好 謝謝主 謝謝你 我的家也很好 我家那一窩小雞 我都照顧得不錯 神要我跨出去 神要我跨出去 因為神不喜歡我們停在舒適圈的裡面 這幾年服侍的時候 有幾位弟兄姊妹 他們不約日同找來 跑來問我一件事情 就是永生哥 我做這個選擇 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想要選擇那個 那請問你覺得 這是不是神的旨意 其實我知道他們 第一個他們已經問我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有答案了 可是他們更想知道的是 他們更想從我這邊知道的是 我選這個之後 是不是從此就順利 美好就不會遇到問題 那我總是這樣告訴他們 不管你選擇升學或就業 不喜歡你選擇這家公司 或那家公司 不管你選擇哪個對象 你的結果都不會是一帆風順 你都會遇到問題 都會遇到挑戰 因為你如果沒有遇到問題 你離神離得遠遠的 那我所明白神的旨意是什麼 大家聽清楚了 我說我告訴那些弟兄姊妹 每個人來找我問的 所以以後你可以不用來找我問 因為我會給你這個答案 我告訴他們說 我所明白神的旨意是 不管你做什麼選擇 你去選你喜歡的 選你喜歡的對象 選你喜歡的工作 選你喜歡的工作 選你喜歡的你想讀書 就繼續讀書 選你想做的 然後呢你要做一個決定 你要決定 你要決定在你的選擇那個地方 在那個家庭裡面 在那個學校裡面 在那個職場裡面 好好的愛主 好好的跟隨主 好好的服侍主 好好的榮耀主 這是神的心意 弟兄姊妹你知道嗎 這是神的心意 我非常覺得這是神的心意 只要我們不管在什麼地方 我們就是要好好的愛祂 好好的跟隨祂 好好的服侍祂 好好的榮耀祂 弟兄姊妹 我要請大家一起起立 我們要唱這首詩歌 我們來回應我們的神 請改變我 主耶穌 請改變我 是我生命又被心轉為喜樂 是我生命又被心轉為喜樂 我看一切只定情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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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全然都屬於你 或者不再是自己 兄姊妹 我要請大家閉上眼睛 那今天早上我有兩個問題要問大家 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好像這首詩歌一樣 你覺得你的生命一直在軟弱的裡面 你覺得你的生命一直在悲情的裡面 你覺得你的生命一直在憤怒 在憂愁 在那個情慾 在那個不饒恕 在那個苦毒的裡面 在驕傲的裡面 在那個淫的問題的裡面 好不好 這個時候 我要請把你的手舉起來 那特別是 如果你還沒有信主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還沒有信主的新朋友 你還沒有接受耶穌的 你說你要讓耶穌來改變你 我要邀請你把你的手舉起來 那如果你已經接受耶穌成為你的救主了 可是你一直沒有請耶穌 你一直沒有邀請你邀請耶穌成為你生命的主了 我要請你把你的手舉起來 我要為你禱告 一 二 三 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舉起手了 我禱告一句 你跟著我禱告一句 親愛的耶穌 今天早晨 我願意接受你成為我生命的救主 我知道 我的罪已經得到赦免 我已經得著永生 我也知道 我今天早晨 我要接受你成為我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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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在我的生命中掌權做王 讓你在我的生命中掌權做王 我知道 我知道 在基督裡 在基督裡 就不再定罪了 就不再定罪了 我知道 聖靈在基督裡釋放了我 聖靈在基督裡釋放了我 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 當我覺知相信你的時候 我覺知相信你的時候 我的軟弱 我的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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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忧愁 我的不饒是我的苦毒 我的悲傷 我的癮的問題 通通得到解決 通通得到解決 謝謝主 我要讓祢愛我 讓祢來保護我 我知道有祢的同在 我就可以平安喜樂 謝謝主 奉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要請祂跟我們一唱第二段 主耶穌 請改變我 是我願讓祢將我全剝奪 主耶穌 請改變我 我願讓祢將我全剝奪 我們再重複唱第二段 主耶穌 請改變我 是我願讓祢將我全剝奪 是我認識你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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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錯過 是我認識你寶貝 不是我認識你寶貝 我要请他进去把眼睛闭起来 我要问他第二个问题 你说今天早晨 你愿意放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你说你愿意 你在主人面前做一个决定 就是你的心思意念 那些不逃的心思意念 都要被夺回 要顺服基督 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你说你要全心讨你的喜悦 我要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要为你祷告 一 二 三 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举起手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今天早晨 我要为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 来祷告仰望你 主要你看到他们心里面 有一个渴望 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 愿意被你夺回 他们愿意单单的顺服基督 使得今天早晨 就做奇妙的工作 在他们的身上 圣灵把那个新生命 放在这些举起手 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 是因为他们愿意 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 使他们不再追求 这世界上那个一切 因为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不能够满足我们 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 我们知道得着你 就得着一切 让我们单单以得着你 为我们生命的至宝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把荣耀掌声 归给我们的神 阿们 请大家一起低头 我们以受神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常与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和我们的家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